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们往往还要回到原单位去工作或者至少完成两年的J1服务期 那么这里面有一些极端的例子 有人是在离开美国前夕一两天以前提交2140申请 另外也有一些留学生或者在美国工作申请人 因为家庭原因或者因为短期内在中国有更好的工作职场事业发展的原因 会想到中国工作几年观望看情况 但是同时在离开美国前他也可以提交旅卡的申请 在这里我们要讲到一点就是说如果是访问学者或者是拿J签证的博士后 那么如果你的J签证是需要豁免的那种 这个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访问学者博士后都是这样的 你当然可以在美国办豁免 那有的人说那我回国再买两年完成服务期可以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但是如果你另外呢还有配偶孩子拿J2签证 那么你的dependence也要完成这两年的服务期才行 不能说你一个人回到中国再两年 然后呢全家就都符合要求了 不行 如果你的配偶孩子曾经拿过J2签证 那是基于你的J1的 所以呢如果不用豁免的办法用回中国完成服务期的办法 那么全家都要完成服务期 然后才算满足了J签证的要求 然后才好转成像J1B工作签证啊或者旅卡像这样的 另外呢J1豁免啊你只能在美国办理 因为你办了豁免接下来转成工作签证或者旅卡留在美国 从中国方面呢想到如果你已经离开美国了 不管是到中国还是到其他地方 那你就不需要再办J签证豁免了 至少中国政府的立场是这样的 如果你拿J签证要离开美国了 那如果说我孩子还想留在美国继续上学读书 是否可以呢 那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如果豁免了嘛 当然什么都好办 如果没豁免呢 那你在美国境内呢可能不好从J签证转成别的类型的签证 你可以申请别的 比如说去O1但是P了还要出境签证一回 另外呢也可以出境再签新的签证回来 比如不管你是你本人还是孩子 如果没有完成豁免 可以出境然后再签B签证啊 或者F签证啊 再回到美国也可以 这个不需要先完成豁免手续 但是呢如果没有豁免呢 那不能转成绿卡身份 或者转成像H1B L1这样的工作签证 如果豁免以后嘛 那当然就这个比较好办了 这个主题讲的还是说 在离开美国前申请绿卡的事情 那么我为什么要在美国期间申请绿卡 那我既然要离开美国了 为什么不再回到中国以后申请绿卡呢 那你人还在美国的时候呢 申请绿卡有一定的便利 首先你比如可能再过大半年 一年才会离开中国 那你早申请 就有早的排期的优签日期 就可以早拿到绿卡 当然是比较好的 另外呢你人在美国期间呢 可能联系推荐人会比较方便 整理英文的材料 搜索英文的证据也会比较方便 还有呢 你这个如果找律师的话 没有时差 这个也更有利于准备 是吧 如果你回到中国了 你说张老师王老师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想申请美国绿卡 这个本局工作我不干了 可能不太好 你人在美国期间 离开美国以前来申请 一定的好处 那我们前面讲到 我们有若干的申请人是这样的 具体程序是怎么样呢 你在美国期间提交了140 然后呢 不管是身在美国 还是离开美国以后 140得到了批准 就等待排期就可以了 在排期到以前呢 UICS呢 批准了你的140以后 就会把case转到NVC 后者呢 会和申请人以及律师联系 然后开始这个领事处理程序 这个类似S85的程序 要填DS260表 主要呢 是一个背景调查的过程 然后呢 要在广州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 那就像S85的面谈一样 也有的时候呢 你的排期还没有到 但是手续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也会在广州领事馆约见 完成这个面试 然后面试以后呢 如果你的排期还没有到 需要再等待一会儿 等待一段时间 就可以拿到移民签证了 然后就可以入境美国 领取绿卡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离开美国前申请绿卡 回到中国后 获得批准的例子 我们有若干的客户是这样的 对于在美国的很多访问学者呀 有学生啊 其他的申请人呢 可能有更多的便利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